出席密歇根州造势活动 川普大迟到三小时 一到场先说抱歉 川普大力喊话给选民信心 贺锦丽则是继大明星碧昂斯后 打出夫人牌 请来密歇尔奥巴马帮忙站台 呼吁选民眼睛睁亮 每一票都攸关美国未来 因为这次选战实在太紧张 随日美选进入倒数 各大媒体陆续封关民调 但川赫两人支持度紧咬 难分胜负 就连竞选经费也是互不相让 十六天内双方一共烧掉了 五亿美金 因但对决 互不手软 而不止候选人竞争激烈 选民热衷度也不容小觑 德州提前投票却传出暴力插曲 有选民戴着支持川普帽子 被要求拿下 竟气得通欧六九岁学务人员 目前已被拘留 另外亚利桑那州凤凰城 警方也逮捕一名 超民主党全国宣租委员会开枪的男子 他还游记白色粉末 遭到三四恐怖主义 和多起其他罪名起诉 贺锦丽休士顿造势会场 也有壮汉抗议闹场 最后被警卫抬出 竞争选情 加上暴力冲突升温 让即将而来的美选 气氛更加紧绷 贼新闻银权报道